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1966年生 人籍北平 满足 人性命互录视 1975年已参演个人首部电影《小宇斯斯》出道 2002年 自导自音的偶像剧《吐斯兰之吻》 2010年齐指导的《猛侠》上映 影片入围第六十届博物电影节全景单元 《纽承泽》凭借该片获得第十一节话语电影传媒大奖最佳新导演 据这位女性的友人透露 设施女主在加入人写其主演的电影《跑马》剧组后 导演纽承泽就毫不变换的平线殷勤 11月下旬 剧组原定要开会 但纽承泽突然一身心状态不加为由取消会议 接着穿信息愿意为女主管道请住处聊天 并提及可待设施女主一起来 八日下午 在众人陆续离开后 纽承泽将其孤倒在沙发 强行黄纹 脱衣服 甚至席胸等 过程粗暴 之后 他发现两场大祸 试图想道歉 但被害人因为太害怕 连夜打包闪磁举阻 同时他第一时间在朋友陪同下赴医院验伤 从验伤单中情细可见下体有多处撕裂伤 性情事件曝光后 相关记者致电纽承泽 大连打多通电话都转入语音信箱 监制与制拼也未开机 原定是12月6日拍摄影片男女主角人贤奇和张荣荣的场次 现在宣布取消 几年来 纽承泽争议不断 剧台媒披露 2007年 他曾在与财娃女星张军宁拍戏时 强行击我张军宁的脖子 2013年6月 纽承泽为拍摄军众乐园被控为把带大陆摄影师曹玉进入高雄海军 左营军港登舰开景 纽承泽因此被判有期徒刑5个月 缓刑2年 目前 这位女性的友人表示 这是女生此刻身心重疮 你完全无法工作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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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